最近陈赫做客楼和老师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 携手自己的老搭档楼一霄 出场放的便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 陈赫跳舞搞怪 而楼一霄也是美美吧 剧中虽然是欢喜冤家的他们 剧外却是很好的朋友 而陈赫也自爆和楼一霄是酒友 上自己家就是客厅和酒柜的两点一线 亦非结果然很霸气呦 而这档节目的主题是要探究嘉宾的冰箱 免不了就会问到家里人 而陈赫家里的那点是你也懂得 总会有点尴尬 首先是一个女主持人问到关于张子轩做淘宝潮牌的事情 会不会给陈赫一些推荐或建议 何老师也问他们为什么不做联名 感觉陈赫猛一被提到张子轩还是略带尴尬的 迟疑了一下说 因为他看不上我的牌子了 然后用大笑来演示尴尬 后来何老师问到张子轩前一段时间 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运七世纪的事情 问陈赫知道这件事情吗 而陈赫的回答是 之前是不知道的 发之前两人差点还吵了一架 因为张子轩的运七世纪写了很多东西 而陈赫害怕被过分解读 又会造成误会 掀起网络骂战 应该心里真的是害怕了 但因为张子轩的坚持也是被他的原因打动了 即使很害怕 还是同意了 因为不想剥夺他说话的机会 最差的结果也就是被骂呗 陈赫这样说 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担当的 虽然看起来云淡风轻 可要知道之前陈赫都因为被骂的很严重的抑郁了 陈赫自爆之前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过家门 就已经是很严重的抑郁了 后来搬家了 唯一能去的就是超市 因此还和超市的员工混得很熟 不过还好 现在的陈赫已经走出来了 回到了从前乐观开朗的样子 也希望他以后会更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